大家好,我是三喵,写小尾巴上岗 我们今儿写的话题在这顶上 我之前聊过一次 但是呢,善让这事儿不妨再聊好多好多次 因为这个是中国古代理想的儒家设想的上古之美德政治 这个要善让于顺,顺善让于语 此可谓天下至公义 对不对 那么有学者认为古代的善让这是有可能发生的 因为在古代毕竟那个不是家天下,是公天下 所以一个leader,一个元首,一个领袖 一定必须是最优秀的人 那善让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即使在上古时代 这样的善让有没有发生,也是有争议 竹书七年里面就说 这个顺是把谣给关起来了 而雨是把顺给放逐了 对吧 你看顺死的那个地方 香飞嘛 你看现在有一种竹子叫香飞竹 那上面那个斑斑点点香飞之泪痕 湘湖南 那个地方在上古时代已经远离华夏的这样的核心腹地了 那么为什么会在那儿呢 自己想去 对不对 所以说这种点击当中的善让是不是真的发生过 咱们的存疑 但是正史当中真的是把善让这个东西当成了一种演戏去完成这个篡位必须去做的一件事情 入朝不屈 赞败不鸣 剑里上殿 家酒息 然后接下来就是封卫宫了是不是 然后接下来是不是就可以搞这个善让这件事情了呢 那么历史上的第一次善让 东汉末年三国时期 汉宪帝留邪把天下善让给了曹丕 这个善让之前 这个汉宪帝整个的汉朝 他也是有各种祥瑞之招 称伟之说 等等等等这样的东西 然后汉宪帝在闫康元年 公元220年的这个冬十一月上给曹丕去下诏 说我觉得天下应该让于有德之人 那你就是有德之人 我早就想把天下让给你了 那么曹丕本来想接受 但是陈辽司马懿啊 他就说 哎呀 这个事情吧 你应该推辞 对吧 你推辞几次 以色天下这样的棒之口 对吧 你看到了没有 这件事情不是我想当皇帝 是刘邪让我当皇帝 已经签订了这个皇帝 非有你来当不可 所以说曹丕当时在表里就说了两句话 说哎呀 这个肝胆剧烈啊 汉如雨下 这个简直就是你是根本不配当这个皇帝的人 我怎么敢接受这个东西呢 词 然后再过了几天 汉宪帝再发文 然后曹丕再死 再过了几天 再发文 再死 如是者四 最后曹丕非常悲痛的 非常勉强的当上了皇帝 那么完成了这样的擅让仪式 那么擅让之后 汉宪帝的运气是不错的 曹丕没有杀了他 对吧 把他是给放在了山阳宫 在河内 也就是现在的这个黄河北边 洛阳以北的黄河北边那个地方 然后依附整个的祭祀里如同汉制故事 那么公元234年 那个汉宪帝流血驾崩 这个整个的曹魏王室也是为之发丧 而且所有所有的藏仪都是皇帝这样的规格 那也还算是不错 得了个善终 那曹家是没想到啊 自己靠着善让得来的江山 过不多久又靠着善让给交了出去 曹魂 魏元帝 在公元266年 也是善让给了司马懿的孙子 司马炎 对不对 那当时也是天有这个异象啊 有各种各样的吉兆啊 说那个河内 那这个司马家 他所在的这个老家 说这个地方有常人 比姚明还要高啊 歌曰天下太平 死当太平 这一定是吉兆吧 然后善让的故事又演了一遍 而曹焕也没有被杀 而是被放在夜城监视基柱 你要说好听点叫囚禁 说好听点监视基柱 说不好听点就叫囚禁 那么这个魏元帝曹焕他的这个后代也是有的 到了西晋末年天下大乱的时候 这个 晋慧帝司马中逃难啊 这个天子的冠冕都丢了 是这个曹焕的后代把天子冠冕送给了这个落难的晋慧帝 让他还能再当皇帝 不像那个南明的皇帝一样只能在用戏服去当皇帝的衣服啊 这是魏和晋之间的善让 哎 所以你说这司马家族啊 真的是这个样子 汉 汉县帝的这个善让 司马家族是谋划者之一 那么魏元帝的善让司马家族是受善让之人 到了进贡帝的时候 司马家族就成了把天下善让出来的这样的一个人 所以说你看这个家族这大约就是一种循环吧 那个《诗说心语》里面 东晋的简文帝司马玉就问那个手底下的陈属 咱们怎么得的天下呀 于是这个陈属就把这个司马宣王之故事给讲了 讲司马宣王之故事 包括高平陵之变啊 包括后来的司马师司马昭这样的一些事情 然后简文帝就说 哎呀 得天下这个样子 这天下国作焉能久长 然后进贡帝司马得文 其实在他之前的那个东晋皇帝 那是个十足的白痴 整个的朝政是被全臣刘裕给把持住 这个刘裕呢 起自威莫小兵 然后一级一级的往上升 靠着自己的军功 培养庞大的势力 把持了朝政 费力皇帝就跟玩似的 但是不能从白痴手里做皇位 因为这个人必须是意识完全清醒的民事负责人 对吧 你白痴的民事能力是没有的 那怎么办呢 进贡帝 这个人扶植上去 司马得文 这个擅长招书 给你 我操一遍 这进贡帝司马得文还非常的天真 说操一遍就操一遍吧 这要不是刘家 我们这司马家江山早亡了 我早就想把江山交给他了 就给操了一遍 于是就擅让了 擅让了之后 没过多久 刘裕就想把他给弄死了 这个司马得文也是有这个觉悟的 时刻怕刘裕把他给弄死 其实我觉得这事很多余 因为您已经不是皇帝了 皇帝想把你弄死的话 那就是一念之间的事情 你怎么防都没有 所以这个想法纯属多余 他让他的妃子 就是拿新鲜的食材在他面前去烹饪 对吧 这个是亲自下厨 亲自指挥 亲自部署 亲自接锅杠 一定要亲眼看着食物从锅里捞起来 这才放心 但是你万一后面有人给你送毒酒 一开始送毒酒的那位说不忍心杀害前朝的帝王 自己喝毒酒自尽了 那再后来再送 你不能指望所有人都这样 司马德文终于知道末日到了 说我听佛经上说自杀者不能够入轮回 要做地狱了 所以士兵就拿被子把他给闷死了 享年三十六 这就是禁贡地的故事 有人说刘豫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 什么先例 善让不杀前代之君 那么刘豫开始杀了前代之君 所以刘宋的末帝到最后也是被杀掉了 宋其良臣 宋其良都是这样被杀掉了 那么到了隋朝的末帝 隋阳帝死在江都之后也立了一个皇帝 后来善让给了李渊 然后也把这个皇帝给杀掉了 然后李渊又善让给了朱温 朱温又把礼堂的皇帝给 不是李渊善让给了朱温 是李唐善让给了朱温 然后朱温又把李唐的皇帝给杀掉了 等等等等 这种善让的把戏 自此开启了一个恶劣的先例 善让者皆不得好死也 有人说为什么汉宪帝能够得善终 魏元帝能够得善终 你这个进贡帝就不能得善终 分析说什么 曹魏他是朝中势力很大 没必要去杀皇帝 司马氏更是河内的世家大俗 如果杀皇帝与自己不利 照我看都是多疑 这就是一念之差 他这一念之差 开了很多很多非常恶劣的嫌疑 而这种善让的把戏 直到公元960年后周善让给宋 那么这个事情也才是终止 所以说这个游戏当中死了多少皇帝 反正有趣可查 你何故生于帝王之家乎 对不对 宋朝之后也有善让 但是那种东西就不是那种 善让给一个完全不相干的人了 你像比如说宋高宗 后来当了太上皇 有人说那个算善让吗 跟这个已经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了 但是善让之后的很多很多的前朝皇帝 都是健康状况出了各种问题 当然了为了掩人耳目 还是说恭恭敬敬的把他给埋了起来 就说暴毙了 大概就这么一回事 行了 没什么故事 没什么道理 今儿就聊这么多 谢谢大家 欢迎您订阅我的频道 点亮小铃铛 我们下期再见